哈囉大家好我是DishYJ 哈囉大家好我是 今天呢就是 應大家的要求來一個 自己自己的美食單元 還要介紹今天最近一直 就是有一陣子一陣子 上癮的各種食物 你解說一下這些食物是怎樣 就是住在外地其實沒有說 大利物 就是小隻 所以呢就有一陣子都很常吃便利商店 然後我都會上癮一個東西然後一陣子 就是大概兩三個禮拜 然後就會一直瘋狂吃那個東西 之後就會稍微退掉一點 但我還是會覺得它很好吃 所以呢就是收集了一些 我曾經上癮過曾經愛過 但現在也算是有一點放手讓它走 為什麼為什麼會放手 我覺得各有它的原因 大部分其實是因為沒有到很健康 就會一直吃 最久遠的是這個 好柯麗派絲 但這個真的一直漲價 所以我覺得它的脫粉 應該有一部分是因為它一直漲價 但我時候還是會 情婦之心很想吃它 我跟它有一個很神秘的關係 就是我媽說 因為這個東西一直都有 就是已經有很久 我很小的時候她跟我說過 她懷孕的時候都吃這個 就是很愛吃 懷我的時候 但我生出來之後也很愛吃 這算遺傳嗎 你說愛吃的部分 還是愛吃那個的部分 愛吃這個 所以它至少有了幾十年 超過吧 我媽懷我 好那你爸打開 可是它破皮了 它很容易融狂的 你看 你看它這邊就破皮了 我就會覺得很難過 你知道嗎 很難過 它就有點像是髒髒包 然後沒有外面那個很重很重 然後會一直飛的那個粉 就它裡面是這樣啊 就是一層一層的 然後酥酥的 不會像一般的麵包是走那種 軟軟的 或是很紮實的路線 它也沒有到真的很鬆很鬆 因為還是有一點底 但就是一層一層的那種感覺 現在真髒包也都是這樣 我今天有特別挑一個沒有融化 結果拿來的時候它也是融化 太熱了 天啊 所以為什麼愛它 它巧克力味也沒有到說 真特別的高級 但就是一種 平凡的美好 就幾元啊 這是哪一家 28還是30吧 7的 我真的很不喜歡吃東西 這種髒手 以前國小的時候不是都會有那個 乳雞腿之類的東西 然後通常有乳雞腿大家都很高興 因為就是 難得有那種肉嘛 但我真的不喜歡吃雞腿 因為每次都會弄髒手 就會很不高興 優勝子啊 用筷子吃雞腿 就是愛吃雞腿也不喜歡弄髒手的技能 先把那個頭吃掉 然後再用衛生紙包裝那個頭 可是還是會黏黏 然後它就會有一個 星星的味道 滲到你的手上 好喔 你要把它吃完了 吃一半吧 可是等 不要喔 吃完好了 因為等一下我要拿起來 我又會再弄一張手一吃 妳可以留給我吃 下一個我要吃 濃奶茶 其實這也沒什麼好講 大家都知道吧 都知道濃奶茶 那時候他要吃的時候 就是 又是奶茶 然後台灣人每次要搶奶茶 之前不是好事多於搶奶茶 怎樣嘛 你說一枚奶茶 對 我也蠻喜歡那個 然後我就覺得 又是奶茶 台灣人就一直封奶茶 然後 你不是想要被公開 不是不是 你要聽我說 你要聽我說 然後有一天我一直想說 喝喝看好了 不然它還特價 它那時候剛上市的時候 都有一段平時特價 然後我就 只要每次經過7000就買 直接打臉 而且我覺得紅色的最好喝 它後來有綠色的 那是奶綠吧 就是奶綠跟拿鐵 還有出黑色的拿鐵 但我覺得紅茶還是最好 就是 紅茶的味道比較對啊 就覺得奶綠有一點 不順口 很官方 有進步 潑粉原因是因為 很甜啊 沒有很健康 因為我們後來都在吃比較健康 對 少糖 少澱粉 所以這個都對我們來說比較甜 現在已經邁向一個更健康的方向 但是很常就是受不了 然後就會買一下 我以前也超愛喝那個什麼 藝美的鮮奶茶 可是後來覺得它越來越甜 不知道怎麼 是我們的味覺的關係 就是口味變清淡 下一個就是 麻婆豆腐會飯 有追我IG的人 應該知道我之前有一陣子 真的很嚴重的喜歡吃這個 就是一個禮拜吃 至少兩次 為什麼 坐高鐵的之後也吃 然後繼續這樣也都吃 坐高鐵吃這個很過分 對啊 因為很香還對 讓全世界都知道我在吃麻婆豆腐 我有跟你說過一個 就是我以前 去買我們家巷口 萬榮臭豆腐 然後因為就想要回 要回南谷 然後說要吃一下 因為好久沒吃 結果我就買了回去 你說我們有拍兩支影片的那一個 對 然後 是哪個角 這個角 然後 然後我就上高鐵的時候 我覺得 完蛋了 我們不能吃 然後就放到下高鐵才敢把它打開 我才意識到它是臭豆腐 我最討厭的是那種 就是我下課之後 到什麼9點多10點 然後在坐捷運的時候 聞到一代鹹酥劑的味道就會覺得 超香的 超壞 而且還那個時間喔 那妳為什麼喜歡這個 就麻 然後香 然後便宜 又不會就是真的很辣很辣 因為我其實我突然發現 其實我沒有到很會吃辣 這個也是有一個小小故事 這我以前都不會買這個 就是我吃7-5微波食品的話 我都不會吃這個 因為我會覺得上面看不到肉 因為我喜歡那種大塊肉的 我看起來就很滿足很好吃 但是我有一個朋友他就很常吃這個 我就想說為什麼啊 然後有一次我說 欸這有吃一口 然後我就把它剩下全部吃光了 真的覺得太好吃了吧 就很香啊 妳現在應該聞得到吧 聞得到的滿香 我知道啊 妳其實今天妳全部的 除了這個鬆餅我沒吃過 我都吃過 然後我就想說為什麼 為什麼妳也可以上演 對不對很好奇想聽聽看 就真的很好吃 但這個後來我就口味比較淡一點 就沒有這麼常吃 但我真的覺得很好吃啊 它就很香 現在整個都很香 而且它的麻也就是剛剛好的 對 而且好像沒有很膩的感覺 它就是有一個辛香料 焦麻焦麻的味道 然後又不會覺得很痛苦 嗯 然後就很香 不會想吃 以前滿常吃的 它好像在自己的排行榜裡面是滿高的 7-5 這很好吃啊 我覺得它好香喔 它就很香 而且是舒服的辣 一點點而已 不是很辣 嗯不是很辣 那妳有吃過那個綠咖哩 有 那個好像就更辣 那個我小學的時候就還滿常吃 現在就覺得還好 就覺得有點油還是怎麼樣 就是重口味的時候可以吃 但那個也不錯 小學的時候比較吃得起 現在身體代謝沒有那麼好 那我怎麼辦 完全感受得到那種 有差對不對 有差 我也覺得我有差 我最近真的超級愛吃這個 應該上上禮拜吧 我一個禮拜吃了三個 為什麼 就很好吃啊 可是它沒有到很好買喔 因為它好像只有 中午早上的時候會 比較容易買到 它的肉就是 七平八文的鮭魚 這樣用嗎 嗯 七平八文的鮭魚 它有飯就是 我覺得滿粒粒分明的吧 我喜歡粒粒分明的飯 偏硬嗎 嗯 便宜便宜便宜 飯裡面應該有一點鹽巴吧 然後海帶牙 海帶牙是就很香 很香耶 麻油香還是 海苔香 海苔香 它沒有麻油味啦 它是一點點海苔啊那個味道 然後它肉旁邊也有一小坨美乃滋 所以是整個協調很棒 嗯 它的美乃滋不是那種 沾爐色的那種 鹹鹹的美乃滋 跟薩布韋的美乃滋滿像 然後我覺得它也比較沒有那麼有負擔的感覺 跟 他們比 就是這個圓飯糰另外一個湯心蛋那個 那個我覺得還不錯 可是沒有到上癮的程度啦 吃起來比較台式一點 那個應該比較沒有那麼多味道混在一起 那個那個東西 它的飯是一種竹筍飯的感覺 竹筍飯 台灣小吃店會吃到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很好吃啊 我要怎麼講 它裡面 它裡面有芝麻啦 就是芝麻 海帶牙那種感覺 你要吃嗎 嗯 我好像沒吃過這個 來吃吃看 沒吃過這個真的很不行 因為我不喜歡熟的鮭魚 我喜歡生的 因為鮭魚就是生的時候就好 所以我不會特別去買的關係 我覺得它的鮭魚香很香 然後它那個海帶牙那個香 有沒有覺得嗎 就是一種海帶牙跟芝麻那種 我吃不出來 我只覺得鮭魚很香 我比較喜歡這個 這真的是經典不便 這真的很好吃啊 我覺得這個飯糰真的很好吃 最後一個就是這個 最近的 我看你偷 對 其實這個跟鮭魚是差不多吃不起來 蘋果鬆餅 這也算是有點像被推坑的嘛 就我平常不知道會買這種東西來吃 然後有一天也是人家在吃 然後說 欸 這很好吃你要吃吃看 然後我原本就是找 就不以為意啊 我每時候這樣耶 是不是有什麼 四四升高 沒有啦 就原本想說 就是感覺會很化學還是怎麼樣 結果 就我覺得還不錯吃 好軟喔 它好鬆軟喔 濕潤的對不對 對 很像 而且好厚喔 它有兩個啊 喔 這是兩個 外包裝長這樣 然後它的外皮我覺得就是 濕潤濕潤的 不會到真的很剛好難吃 它的餡是有蘋果醬跟奶油嘛 然後它蘋果醬我覺得天而不膩 然後又沒有很化學 我覺得這種蠻剛好的 真的嗎 分食分食的 我覺得蠻好吃的真的 你覺得不好吃嗎 你的臉有點表示普普的感覺 沒有不好吃 可是我本來就不喜歡這種軟軟的皮 有觀眾問我說 你們幾個少女都不去吃那個 看起來漂漂亮亮的蛋糕或是鬆餅 感覺你們應該去吃那個 淋著豐糖 然後很漂亮的各種糕點之類的 然後我覺得我們去吃臭豆腐 可是我真的沒有很喜歡這種軟軟的東西 譬如安前幾天有吃很精緻的糕點啦 有腦子嗎 LOVE LOVE 所以你喜歡它的原因是 就好吃啊 甜 你不會每次都跟我說好吃 就是甜然後沒有很膩 然後 有一點蜂蜜的味道 然後它的奶油也很順口 餅皮也足夠濕潤 那 你最近為什麼退坑了嗎 也沒有到很退坑 就只是想說最佳吃少一點 然後今天就吃超多 當我們兩個要認識的時候 然後就覺得 然後我現在邊吃邊講 那一瞬間很尖的下巴 對啊 算了 都是往事耶 過去讓它過去 對我們還有一個東西沒買到 它叫做 沙沙醬起司脆腸卷 這是7-11的捲餅類 7-11的捲餅類都很不按牌力出牌 就是它一陣一陣一陣的 然後就不一定買得到 所以我們今天就買不到那個得腸 我跑了三家7-11都沒有 加我那邊應該四家 可是我相信大家有看過 對大家一定沒有看過它 我會覺得它好吃是因為它得腸 我覺得是多汁的得腸 它有其他口味嘛 什麼 雞肉的啊什麼什麼 但我覺得便利商店的肉 就大同小於就是那樣 但是得腸我覺得就是 不一樣 講一下為什麼 真的不錯啊 就是它是 比較多汁的 然後它的醬 也不會到真的很重很重的口味 然後起司 我印象中是可以牽絲的 不會有吃過啊 好像 它的蠻脆的對不對 它的 得腸啊 對啊 吃脆脆多汁的那一種 大家如果有看到可以自己去吃 這些大家如果有看到也可以自己去吃 因為都 台灣來說都算是真的很方便 台灣便利商店真的很多 要不要跟你去吃 吹吹 你剛剛說 你剛剛說我可以自己去吃 對可以自己去吃 也是可以找朋友一起吃 而如果沒有朋友的話 那就帶家裡的寵物一起去吃啊 什麼東西 我們家的狗都會喜歡 趴在便利商店的那個地板 這樣嗶嗶嗶 外面啊 裡面 裡面啊 他們可以進去嗎 可以啦 便利商店不能帶狗狗進去嗎 好像不行耶 不能嗎 可是 不只一次有看到很多就是狗都會進去 嗯 不知道沒事了 大家下面告訴我們到底可不可以 如果不可以的話也沒差 反正我們家的狗現在都宅在家也不喜歡出門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他是ZZ 我是7Z 這是我們第一個嘗試的ZZ的美食單元 因為我看到有人在敲碗 我真的沒有想說要solo 為什麼今天就是我還是會在這裡 但是剛剛都說他要在後 比較真實的互動的感覺 我是旅行YJ 歡迎大家訂閱我們頻道 如果很喜歡ZZ的美食單元的話 記得要點個讚 讓我們知道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綜藝喔好綜藝 綜藝 我真的沒有想到這麼綜藝 我想要保持一個高冷的形象 是也沒有綜藝 是也沒有綜藝 也沒有高冷 很清明啊 你不覺得我演化很清明嗎 大家都被你外表騙了 很好啊 我喜歡 好 掰 拜拜 好